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思想先驱报节目现场 今天我们这个思想先驱报节目和平时的形式有一点不一样 那我是通过声音连线的方式为大家介绍 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最新一篇文章 这一篇文章可以说有一个关键词叫做与狼共舞 这讲的不是那一部著名的电影 也不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歌舞剧 而讲的是跨国公司到底应该怎样与中国公司共处 那么这篇文章的作者叫做Mitch Presnick 他是现在在华府非常著名的商业倡导公司APCO的中国业务的创始人 之前也曾经担任过美国商会中国分会的副主席 不过他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职称头衔是什么呢 就是他是中国著名的苏巴酒店的这样的一个廉价连锁酒店的创始人 也是前CEO 这一篇文章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我们知道现在在国际媒体上有很多有关于中国混合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分析 但是对于中国这一种不太同于西方市场经济系统的独特的经济体制 跨国公司到底应该怎样应对 我们往往听到的是去风险脱钩等等等等 但是Presnick却不同于这一些众生 他说跨国公司的领导者如果今天要在中国取得成功 就要像当年邓小平一样有一点务实的精神 他讲到说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经济系统 那么当然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同时也有四大优势 而跨国公司如果能够利用中国的这一种优势 可能会获得独特的优势以及资源 首先他讲到的是中国的创新生态系统 可以说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其匹敌 那这样的一个观察可能会让很多观众朋友觉得不以为然 大家往往认为中国缺乏从零到一的创新精神 但是在Presnick看来 中国采用的这个全国一盘棋的创新方式 有一个巨大的优势 就是几乎可以调动无限的资源 那我们也知道从1995年到2021年期间 中国在研发上的总投入是从最开始的180亿美元 现在已经是到了6200亿美元 什么概念呢 增幅是3300% 这个数字怎么理解 同期在美国的这个我们叫做研发总投入 国家级面的研发总投入的增长是多少呢 不到300% 那一个是超过了3300% 一个是不到300% 这个数字是来自于荷兰一家著名研究所的数据 那此前我们也特别为大家介绍到来自经济学人的报道 就是中国的科学家撰写的影响因素较高的论文 现在已经在世界居于首位 所以大家传统上理解的中国人没有办法创新 实际上是有很大不同的 那如果说到中国技术实力的最佳体现 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清洁技术 其实不仅仅是清洁技术 在现在叫全球11项未来光电技术 包括太阳能 晶圆 锂离子电池组件 中国已经占到了产能的80%以上 而在Prisnick看来 现在欧美企业应该利用中国在清洁技术的巨额投资 让自己能够获得优势 他特别讲到 说在太阳能行业 西方企业几乎是没有和中国竞争的意义 因为根本没有办法竞争 相反 有美国企业是美国最大的独立可栽生命员的开发生 叫做Invenergy 他就抓住了中国太阳能投资中获益的机会 成立了一家子公司叫做Illuminate USA 在美国开设了美国最大的太阳能工厂 但是是与中国领先的太阳能光复公司 龙基绿能科技 是以51对49股笔成立的合资企业 那么作为这个协议的一部分啊 这一家美国的太阳能公司是获得了龙基的先进的太阳能技术 那么现在这个工厂是在俄亥俄州 最终是可以粘产到5G瓦的太阳能面板 可能会创造1000多个新的工作岗位啊 那么通过与这一家中国光伏企业龙基的合作 实际上这一家美国企业就利用了龙基的规模 供应链优势技术和成本来实现了在美国制造业中的可持续的竞争力 这呀就是一个成功利用中国创新生态系统的典型 另外呢我们可能想到的就是福特 那么说福特呀大家往往想到的是耗油量非常大的这个SUV啊 卡车呀等等等等 实际上福特呀一直在进行从这个汽油车到电车的艰难转型 但是福特与其他的这个游说 美国国会要把中国汽车和中国电车厂家拦在门外的企业不同 他主动选择拥抱宁德时代 那我们知道宁德时代是一家中国非常有名的电池制造商 现在福特呢是在密歇根州投资了35亿美元建造电动汽车的工厂 采用的就是宁德时代的技术授权生产的锂离子电池啊 主要呢就是用于福特的F150 Lightning卡车 还有其他的电动汽车 这是Presnik所分析的中国独特的这一种技术优势 应该让美国企业务实一点主动去拥抱中国企业 在美国市场上可能会取得更加领先的地位 那么对于Presnik的这样的一份分析 我也想请何平先生来谈一谈他的看法 今天我们主要是采取一种新的方式 如果这种方式的大家可以接受 或者是我们偶尔这样的方式做 就是通过一种播客的方式啊 我们在制作节目的时候就更加的简便一些 实际上播客的方式也是现在很多媒体人 很多的专业人士经常采取的方式 不要像视频制作的话 有时候就需要的条件多一点 好了我现在回答这个李奇博士的这个提问 无论是在东方和西方 对中国现在出现的这种巨大的 甚至可以说在我看起来 不仅是短期甚至中期 不仅是两三年 甚至十到二十年 要形成中国这种创新型的制造业 是非常的困难 原因就在于中国 中国不但是有一批非常协聚的卓越的企业家 而且有一批非常专业的 而且具有使用改进能力的 不断调整的工通师 是技术员 而且还有一批能够接受管理 而且有很好的服务和工作品质的技术工人 那么这些基本上的条件 再加上市场的竞争 市场的摸索 而且把这个市场变成一个不仅是中国大陆本身的市场 而且是一个全球的市场 这样一种生态的环境 形成了中国强大的这种创新能力 我们以前讲一个科学技术 最主要是偏向于他的发明 他的这个创新创造 十年十日 或者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科学家 这个发明了什么 创造了什么 十年十里面一些教授又得了什么什么奖 这些事情当然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非常值得敬重 在十年十里面 有时候一辈子都是跟这个仪器打交道 未必真正有什么样的突破 但是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讲 实际上科学技术更重要的一个推荐的力量 就是应用 就是在这个 实用中间去不断地提升 自己的这个创新能力 这样一种能力 才是更具有这个实用价值 对人类的整个生活水平 经济能力的提升 才更具有这个实用价值 那么中国之所以今天发成这个样子 首先是向西方学习 因为西方是最开始形成了一些工业体系 管理水平 工业体系包括流程 包括这个产业体系 西方就是欧美都远远走在中国前面 但是中国在为了今天这样一个创新体系 可以说是准备了很长很长时间 中国有很好的这种学生的基础 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间 就是为今天这样一个生态做了这个努力 可以说今天是它其中一个结果而已 这样一种生态 这样一种创新能力不是一定形成的 而是漫长时间形成的 也就是使它的竞争力 在未来短期之内也难以超越 那我们再接下来看 这个Presnik的第二个观点 中国还有一个优势 正在重塑全球商业格局 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全球南方的投资 那我们知道传统上 西方的跨国公司 往往是比较专注于成熟的市场 提供的产品是比较高价的 与本土市场相比 但是中国现在在整个增长性的市场 可以说是出现了征服性 一发不可收拾的这样的一个势头 那比如小米 华为 这样的中国智能手机公司 已经占据了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 百分之七十六 占据了非洲市场的百分之六十 而这个中国的电动汽车 我们也知道在整个拉美洲 是处处皆是市场份额 已经将近了百分之九十 而这个4G网络基础设施 有时候我们在美国非常头疼 到哪里没有信号 结果现在华为的供应产品 已经覆盖了非洲百分之七十 之前我们提到一带一路的时候 往往大家讲到的是 烂尾工程 但是实际上一带一路带来的需求 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 在全球南方市场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改天我们再详细讲一带一路 到底应该如何看 有一家企业叫做康明斯 那么这个康明斯就像许多美国公司一样 在最开始要和中国合作的时候 中国有五十五十股份比这样的要求 因此康明斯觉得犹豫不决 后来康明斯终于是想通了 在1995年到2018年期间 和东风柳工啊这样的中国领先的卡车和工程机械制造商 总共是创建了六个合资企业 康明斯那我们知道这个公司啊 是一个著名的发动机技术和制造的 这样的一个动力方案解决商 中国的合作伙伴呢 则是分担了投资的风险 并且购买了康明斯大量的产品 就像康明斯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这个总裁说的 说我们是发动机人 他们是坐卡车的 结果现在啊 中国已经成为了康明斯最大的海外市场 那么康明斯呢 在中国建立了本地化的共铭链 而同时啊 这些中国企业又帮助康明斯在整个全球南方 开发了适合的市场 以在中国和整个全球南方地区盈利 因此啊 作为一个美国企业 正是由于依托中国合资公司 康明斯反而是在印度南美和东南亚 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扩展 那这些市场上啊 成本啊 性能啊等等等等 更接近于中国 那不是美国和欧洲传统设计的这一些产品 这篇文章要介绍啊 这个与康明斯的这一种合作关系 让中国的卡车企业OEM 在2023年出口超过30万辆重型和重型卡车 总共是超过了整个北美市场的规模 这样就得益于康明斯当时是依托中国企业 在全球南方市场的景点 反而是把自己的产品打到了世界更多的地方 这个啊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案例 那我也想请和明先生谈一谈 美国企业是不是可以借助与中国公司的合资模式也好 合作模式也好 在全球南方打开市场 而不要一个美国企业欧洲企业到全球南方到印度到非洲去 反而是水土不服又打不过当地的中国竞争对手 这样的借船出海的路线是不是可取 我们知道中国很长时间是一个小龙经济的国家 但是在这个毛泽东时候开始啊 中国的工业化虽然不是民族资本主义 但是国有企业的这种工业化是不是完全就落后了 或者是不值一谈呢 我们从一些人的回忆录里面看啊 中国的工业化似乎是很糟糕 一般的印象呢似乎也是很糟糕 不过我跟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文革的初期毕业的一个工程师 后来也是一个企业家 他跟他交谈之后 他说实际上在这个毛泽东时期 中国的工业还是有一些发展的 虽然跟西方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 但是相对于那些中小型国家来讲呢 这个中国其实是有了一些工业的基础 他这么说的话吧 实际上我想一想也可以有得到一个印证 在这个巴尔干的时候 巴尔干哪一个国家 在爱巴尼亚一个山上 我们是开车吧 好几位朋友 结果在山上就发现了 有这个什么河北还是 好像是河北省农业机械厂生产的拖拉机 也出口在巴尔干的这么一个地方 可能是当年援助阿尔巴尼亚 那对非洲的援助不仅仅是经济上的 实物上的一些援助 也包括一些机械工业 这个机械产品 甚至包括修建铁路 当然这个只是文革时候 毛泽东时候 中国的所谓的非常可灵的这样一种出口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 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后 我去东南亚一些国家 首先给我的感觉是 东南亚国家的很多的机场 都被中国各种的产品 给占领了这个广告的位置 除了这个银行 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公司 那么真正到那些城市去走的时候 中国的企业就开始在出现 办银行或者是办其他的工厂 那么我就问这些朋友 就见了这些朋友 我说怎么你们到这些路后的 比较市场不是那么小的一个地方 来办工厂 而不是去美国和欧洲 他说西方法治我们受不了 不太熟悉 而东南亚我们很多事情 可以通过小额小费 可以打通 比较容易可以说得上话 好像亚洲也是比较接近 第二个就是亚洲这些国家 普遍对中国的尊重 比在欧美的感觉不一样 在欧美我们总是感觉到DNA等的味道 而在这个东南亚国家里 我们觉得比较平等 甚至还觉得中国比较厉害 当然他说更重要的可能 还是中国的产品不行 中国的产品 无论是精英产品还是其他的 制造业还是比较差的 比较合适于东南亚的地方 那后来我到中南美洲去看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番这个场景 我到这个北美 北美的一个国家叫墨西哥 北美是三个国家 一个是加拿大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墨西哥 到墨西哥一些城市去看的时候 有一些城市经常有这种超市 我也跑到超市去看一看 发现超市里面 中国的这个产品非常之多 尤其是那种非食品类的这些产品 可以说是中国的产品 对付于三 我最近去一个 智利还是一个什么一个城市 看到了一个中国的商业中心 去看也是这个样子 对付于三都是中国各种各样的产品 但是这只是中国的其中一个产品 实际上这些年 中国在中南美洲的产品 原始不是这些廉价的 一般性的工业产品 手工业的产品 比较低端的消费产品 最开始从这个升级的 其中一个产品就是手机 我记得在大概十几年以前 十几年以前 甚至更长一点时间 中国人开始 把自己比较低端的这种手机 贩卖到中南美洲去 因为当时苹果手机 三星手机 价格比较贵一点 或者美国人 当然用苹果比较多 我到欧洲去看 三星比较多 而到中南美洲去看 中国的手机就很多 中国的手机很多 因为价格比较合适 虽然是三载型的这种手机 但是当时还是非常受欢迎 那现在当然完全不一样 现在中国的手机的品质价钱虽然低不少 但是品质一定会比苹果和三星差到哪些地方去 甚至还不错 所以在中南美洲 中国的某一些电子产品 电器产品是非常之多 而且呢 我在中南美洲也看到了 这种情况实际上在东南亚也开始出现 一些大型的精英体系 大型的科技公司 在这些地方社工厂 包括华为 包括一些基本上的港口建设 都有中国人的影子 甚至我在阿根廷 看到新兴的精英区 科技区 很漂亮的大陆 当地的朋友就告诉我说 这就是中国人的 你看看这个是中国 那个是中国 相比之下 美国的一些银行 在阿根廷 建立时间更早一些 但是反而不于 中国的后来之上的这些投资企业 美国现在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不但自己的制作优势 制作优势丧失了 甚至的自己的企业 在其他的国家的发展 都偏向于一些轻型产品 什么叫轻型产品呢 比如说梅当劳 比如说星巴克 这种企业 你是到处都可以看到 这些产品的影子 也可以反映美国的全球的影响力 但是除此之外 其他的金融产品 尤其是制作业 甚至是中国这种港口建设能力 重大的一些交通枢纽的建设 基本都是由中国人在主导 美国可以说相差很远 我觉得你刚才提出的问题就是说 美国有没有这个能力 我认为美国是没有这个能力 原因就是美国的经营 经济的主体 还是玩国际资本 不在乎一些小地方建立一个小的经营体系 而是在全球的一个更发达的地区的经营能力 所以美国的服务业的高度发达 也使它对这些制造业的回报之低 可能看不上眼 我觉得美国要借中国这种方式 到那些不太发达的地方 去建立这个工业基础 建立这个工业合作形式 比较困难 美国现在还是好多的电影 这个梅当劳啊 这个星巴克这种方式啊 然后就是比较高端的客户的这种经营体系 而不是低端的 而中国人呢 还是不管是高端低端 中端什么端来做 这一点我觉得美国可能很难很难 很难很难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这个何明先生的分析啊 你来看 啊 我呀 不过 我说你不过